欢迎收看这段新闻哇哇哇 欢迎知道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黄伟翰先生 第二位是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刘委员 好习惯了 再来一位呢是陈立宏先生 还有王时琪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我想先问一下伟翰 黄世民被起诉 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很清楚了 上礼拜就出来了 但是呢我 大家观众很好奇的 但他现在还是法务部 还是检察总长 他现在是检察总长 那他是说他这个 是检察体系最高首长的第一立马被起诉 以这个所谓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 他说他痛心疾首 那我以为他痛心疾首就是回家反省 就没有 他痛心疾首之后坚决不下台 所以呢他只是被起诉 而不是被判有罪定验 所以确实在法律上来讲 他是不用辞职的是吗 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讲好了 这是他的声明书 其实他这个早就写好了 好你看那个 黄世民他的声明书 在那一天他被起诉 他就立刻发出来了 那我的了解是他早就写好了 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 他只有两点 第一个是对于被控泄密的罪名 致使就有绝对的信心认为 一切都禁得起检验 他的意思说他没有啦 死官本人于10月3号赴北检救训之后 对外发言就可以了然 第二点 很遗憾的 台北地检署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 本人一辈子 竟然屈服于压力之下 台北地检署屈服于压力之下 选择起诉本人 谁的压力 本人一辈子奉公守法 竭尽心力为国民服务 不为权势举发司法官说 行政不法事件 竟然遭到起诉 深感痛心疾首 本人置为无奈 希望审理法院 竟然尽速做出正确判决还本人其白 如第一省法院认为本人确实有刑责 本人无意言 立即辞卸检查总长职务已卸国人 就说这两点 所以重点就是要等第一省就对了 他现在就是要告诉人家 就是想说 这个台北地检署起诉我是压力 他不应该起诉我的 等一下 那是什么压力 是谁的压力 那他的意思就是有社会的云林压力 或者是有人指示台北地检署啊 那他身为一个检查总长 台北地检署因为压力而起诉 他就应该要以卸国人了啦 我讲白一点 因为他是最高 我们先跟大家讲犯错 犯错有很多种 我犯了一个跟我无关的错 那叫吴欣 我犯了一个我的业务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个检查总长 检察官最重要 最常讲的就是侦查不公开 我们现在在查不能讲 他要求他的所有的检察官 全台湾的检察官都要这样做 而他自己没有这样做 这应该是自己了断啊 其实我要这样讲 我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台北地检署应该控告 黄世民侮辱官署罪 其实另外一个法务部长 这个罗英雪也应该告进去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你看这个黄世民发的新闻稿 说你检察官屈服压力 检察官屈服压力开玩笑 对不对 而且是来自于一个检察总长 说检察官屈服压力 人家还会对你检察系统有信任吗 好 罗英雪更讲什么 而他标榜自己是不畏权势 他自己是不畏权势的 所以他说是你们这些检察官 给我屈服压力 所以才起诉我 好 另外一个罗英雪说 检察官起诉又未必判刑 又未必判罪 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 一个法务部长说检察官起诉 定罪力低 未必判罪 检察总长说检察官会屈服压力 你这两个是属于检察官的 顶头上司 一个是 等于是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结果都对自己的检察官 都是用这种方式 这不是侮辱官署吗 真是我觉得这两个人 所以与法来讲被起诉 他还是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没有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好 他是有任期保障 他任期到明年4月 对 他到明年4月 现在我讲的就这一点 就是说他最不能犯的错误 就是这一个 因为他是检察总长 我今天不是说你闯红灯 或者说你今天酒后驾身 那都是其他跟他业务无关的 他今天犯的就是 他身为一个检察总长 全国检察官的一个楷模 他居然犯了这个错 他要如何再继续领导 所有的检察官 还有两个部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所有检察官的自由行政 我跟刘文雄委员讲那个案子 是因为我觉得他需要知道 所以那个没有 检察不公开的问题 我问心无愧 每个人都这样讲就好了 好 这第一点 就是说他犯了这个错误 是社会公认 我先讲就是 我跟黄世民没有任何恩怨 可是我们就事论事的话 你今天犯这条罪 你真的应该之所应退 那现在有两个 一个就是实质上我们讨论 他应该要下来 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误 但是在这个整个规定上面来讲 他的任期又别保障 好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讲说 那总统为什么不讲话 总统为什么不叫 这个已经被起诉的 贾总长制所进退 总统是逼曾永夫下台 对啊 两天就逼他下台 曾永夫只是因为被调查过程 发现接到了王金平的电话 曾永夫是接电话的人 他不是打电话的人 他就觉得曾永夫 他已经不被民众所信任 他已经无法再继续当法务部长 所以曾永夫应该要下来 因为他不能走 他不适合啊 但现在一个被起诉的 警察总长却不闻不问 因为他接到的是马亚九的电话啊 所以这就是完全两套标准嘛 因为马亚九和王世民 有革命情感嘛 因为他们从高直棚的案子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有革命情感啊 所以当然对待标准不一样 我觉得王世民的问题 有两个层次 就是他现在被起诉了 所以他在不管是在法律上 或者是在政治上面 都有威信不足的问题啦 然后而且他很奇怪 他对于自己下台的时间 不断的在设定不一样的标准 他一开始是说 监察院弹劾我就下台 现在变一省有罪我就下台 好啦 那如果现在真的是一省有罪下台的话 那请问那个程序上面 到一省的时候 你任期早上结束了 所以他有奖跟没奖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 各位我没有要下台啦 到任期满为止我都会做满的啦 4月以前我真的不会下台 我刚才为什么说早上写好有两点 怎么有这种检察官啊 第一个就是在检察界当中 他虽然是检察界的大家长 可是检察界当中也有人觉得 检察中央你这是错了 你看到还有人写报纸讲 检察你应该要自所进退 你应该退了 他的学长不知道哪一个 检察官写了一份 那个高雄 高雄 所以就说他今天这样子做 在检察体系当中是有杂音的 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所以早就有人讲说 如果你被起诉的话 没有检察中央被起诉的人 那你就不要侮辱这个位置 请你要离开 然后进后调查 以后释法再还你公道也可以嘛 可是你现在就不应该再做了 所以早就知道有人要逼他下来 就是以他的心态来讲 一审如果一被起诉 就要叫我下台 我就先想好了我不要 第二个就是他所设的这个套事 因为这个检察 台北地检署是被压力之下起诉的 我很想知道 那如果一审有罪 这是被压力之下所判的 所以我要坚持到二审之后 再还好侵犯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 大家继续往后讲就好了 有耶 你能跟大家讲吗 黄世民的皮到底是几公分啊 一般差不多穿起拍不过就是算 够皮了 那你这么厚脸皮啊 对 事实上这个 这已经是不要脸的地步了吧 这已经到离谱 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黄世民今天能够这样坚持 我认为他就知道说 他的那个关系人叫马英九 马英九跟他之间有一些不可告人之事了 黄世民是个坏蛋 这个坏蛋去找了一个笨蛋 结果发现那个笨蛋也坏 所以黄世民不是说 他会吐嘴 没事说 总统打电话找我9月1号再去 或者说9月6号以前 他都有打电话跟我联络 不止这样 就是说黄世民身边带有很多马英九的问题 只要黄世民 所以很多人说 黄世民出来当屋顶证人 只要黄世民把所有事情掏出来的话 让马英九能当总统 所以今天为了有词无孔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我就不对 刚才这个伟害说得太好了 他咬住了马英九不可告人的东西 如果说今天他的声明那两点 第一部分第一点 如果第一点成立的话 中华民国的检察官 都趋在地上 通都趴在地上 一个检察总统长 你好歹你也尊重你的这个职业 你要觉得说 检察官起诉都是 都是鄙于自己的良知 鄙于自己的法律素养 你怎么可以说有什么压力 那你告诉我们 就像你讲压力告诉我们 是谁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说这个 士大夫不支持是为国词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台湾现在你还谈什么 你像罗志强 是罗志强吗 小强 小强 还有我的好朋友金福冲 都出来帮他挺 告你的好朋友 挺他干什么 有什么好挺 因为黄世民的事情 全部的人 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是好人 那为什么还挺他 好 所以我要说 第一个黄世民从这个 他的公信力来讲 他以后的调查谁会相信 不相信 他以后讲的话谁服气 不服气 以后谁听他的 所以他已经是个废人了 讲实话他无法领导 有啦他应该还有一个 杨荣中会听他的 还有郑森源 真的 他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发挥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讲话没有人要听了 应该是说黄世民在主持特征组 以及在担任这个检查总长的位置 会有争议 好 没关系 我再讲 他是一个标准不一的人 去准备调查说他这个 绝对不会下台 只有监裁院谈何他才下台 那为什么现在要改成一审有罪就下台 监裁院没有谈何啊 他也说监裁院没有谈何他绝不下台 他为什么现在讲一审有罪就下台 所以洪宜哥如果他这个 我先讲一审大概半年 现在是几号吗 因为他做到他认期满了嘛 超过了嘛 好 我先跟观众朋友讲这一点 所以其实一审 他那时候可能认期就满了 万一一审快速快马加鞭 那我再猜说不定一审 如果在2月或怎么样就已经审了 而且有罪的话 一定要上诉啊 这个法官是所有压力的 他就再改 因为他很明显这个法官是 反正已经被压力了 所以互判嘛 对 他就再改 黄世民以前跟马英九 也不是坚持最高道德标准 那标准是对别人的 这是什么标准 标准是对别人不对自己 这叫最低道德标准 对不对 而且他真的很不懂事 因为北显的新闻稿已经写了 黄世民平一己认定 主动求见总统关税案侦办情结 此举显国家元首于不义 恐使人民错任元首干预司法 他这句话就定掉了 你就是要拍啊 要在那边做挣扎干嘛 来 我们先休息这个报告 没错 对吧 其实黄世民所说的压力 我认为就是 就认为是来自马英九 他认为马英九就要停车了 新闻 放话话 好 再问一下 黄世民他现在是泄密罪嘛 对 再来是这个通保法嘛 放棄手嘛 那他最多一多 三当 两天加上三当吗 所以最多会关于三当 最多啦 但是可能搞不好给你判个半年啊 半年就不用关啊 对啊 所以没有 但是那是个屈辱 你想想看作为一个检察总长 哥哥被起诉 还被定罪的话 说实在的 我如果是黄世民 我真的要调告主宰 那泄密跟违反通保法 我们要呼吁大家争取生命 争取生命 争取生命对 一定要争取生命 但是我是说如果我是黄世民 下面有个标 争取生命 争取生命 我是黄世民 脸皮厚度不同 对 如果黄世民我就不晓得他会不会选择 有这种方式 你怎么面皮这么薄 我好像还是薄 不适合当官 是 泄密跟违反通保法起诉 为什么这么不名誉的事情 我们的驻美代表是个外交官 要回来力挺 他说我佩服你的正义 佩服你的勇气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不变自己讲话 所以只好就透过他的最大亲信 最重要的亲信在美国讲话 而且这个是听说还是我们金大大使 去主动跟记者讲的 去主动找记者 去肯定黄世民 所以基本上我想 这是在起诉之前吗 起诉之后 他主动去找 美牛你讲一下好不好 你是金代表 你美牛你讲一下好不好 吃美国又不会死 对不对 谁吃酸肉精死掉嘛 就三个字都要出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刚刚讲的两个 你都转手 我很生气 真的很生气 没有 那你要知道 我觉得金普聪跟罗志强 他们是在安抚黄世民 不要再说了 因为有可能黄世民手上 还有更多的东西 所以必须支持一下送个温暖 让他觉得还有一些希望 知道说马世民你的 所以你就先扛了这一块吧 但是你觉得黄世民难道会不清楚 黄世民之所以会被定罪 或不是定罪 会被起诉 起诉的最关键证据就是马英九提供他 就是他两份专案报告嘛 所以你知道对黄世民来讲 整个九月正正弄到后来 我只是个工具 结果弄到后来我是唯一被起诉的 黄世民跟马英九中间有太多不可告人 那黄世民其实他就是 我想因为未来他除了到立法院去之外 他还要到法院 所以这样子讲的话 我跟你讲罗志强这篇文章 写的就很不通了 通 不通 太通 等一下讲完美女姐 你就摘了好不好 不通 今天这样子的剧本 从那个马英九总统去周易寇的 那个广播的专访那天早上 基本上就已经都已经知道 就是这样的答案了 黄世民一个人扛 我先讲一个状况 海产店有这个 B帮派的老大在那边饮酒作乐 A帮派的老大 跟他夙愿意酒要把他干掉 自己上吗 当然不会自己上 18岁以下的小孩